买车全知道省心省钱有诀窍 Hello大家好我是甜甜 那在介绍今天的车型之前呢 我们不妨先来猜一猜 给你们三个关键信息 第一个初代网红一车难求 第二个有延任性时尚圈跨界设计 第三个新车上市专为90后打造 而且还充满了黑科技 那听我说完的这些信息呢 是不是对本期的节目更加的期待了呢 就让我们走进这一期买车全知道 没错那我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全新一代的路虎揽胜极光 2011年的时候呢 它可是当时的爆款 也就是我提到的初代网红 虽然一车难求不是从它开始的 当时它的设计呢 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汽车圈 几乎沿用了概念车的设计 是路虎旗下最小最轻的量产SUV 要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出自谁手呢 没错就是贝嫂 我相信有很多时尚圈的朋友呢 对它应该是很熟悉的 它也是被路虎任命为创意设计执行官 参与设计了路虎揽胜极光特别版的设计 生风其实再加上明星的带货能力 当时呢它至少需要加价20万才可以提到试车 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也就是2019年的7月31日 国产全新一代的路虎揽胜极光正式上市了 旗下共推出了搭载2.0T英杰力汽油发动机 加上48V轻混系统共提6款车型 售价区间呢在35.58万元到50.58万元之间 全新一代的路虎揽胜极光可以说是继承了上一代出色的外观设计 现代主义的这样一个设计理念下呢 在豪华中型SUV这个市场 颜值可以说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脸 有人说呢它是非常的具有未来感 上扬的车灯再配上运动的包围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里面的细节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的 再加上流水型的转向灯 整个组合呢显得非常的精致大 棒壳式的引擎盖呢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水入侵到发动机 整体的轮廓和线条呢非常的与众不同 上扬的腰线 车窗部分向后呢还有一个小收尾 显得非常的运动 还有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解锁之后会自动的弹出来 所以显得非常的有设计感 悬浮式的车顶 20寸的轮毂 四轮更贴近四角的设计呢 显得有一点宽体的感觉 再加上它双色的车身 我觉得它非常的时尚 而且运动特别討年轻人的喜欢 我来看一下尾部 我觉得尾部这一块呢跟上一代来比的话 其实变化不是很大 还是一个双色的设计 而且后一子板呢有一点外扩的感觉 营造一种宽体的效果 所以显得底盘很稳嘛 全LED的光源再配上流动转向的效果 而且尾灯这一块呢 是跟底下的黑色饰板融为一体的 即使是单纯从尾部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整体的造型也是很好看的 我们来打开后备箱看一下 也是有电动尾门的 那官方给出的数据呢 它的正常容积是472升 进一步拓展之后呢 是可以达到1156升 而且整个后备箱呢 看起来是非常的工整的 后排的座椅也是支持242比例放倒 这点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那我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坐到车内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了 我觉得这一代呢 它的内饰变化真的很大 包括流媒体后视镜 HUD在内呢 一共有5块大屏 我觉得在同级别当中呢 绝对算是多了 科技感很强 再看这个多功能方向盘 上面是带液晶触控时控制按钮的 而且整个内饰的用量呢 感觉也很高级 豪华温纱真皮内饰 再配上米兹奇图案的 打孔真皮座椅材质 我觉得有一种英伦时尚的感觉 那据说顶部的这块 黑色颗粒状的软性材质呢 是可以避免反光的 那在中部呢 则是采用了大量的皮质包裹 其实包括整个内饰的材质呢 都是可以自行的去定制的 我觉得这点很棒 那这套带旋钮的触屏控制系统呢 其实已经在路虎的 很多车型上没有见到了 它是可以控制包括驾驶模式 控制空调 包括座椅的通风和加热 都是没问题的 那上面的这块流媒体的后视镜呢 它的清晰度真的很高 其实在夜晚的时候呢 也看得很清楚 那其实透过刚才的外观 和内饰的设计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年轻人 都非常喜欢的元素 那你们一定非常的好奇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说到的黑科技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那其实全新一代的 路虎缆生极光呢 它包括了三大黑科技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五个大屏幕 五屏联动 人机互动 Apple的CarPlay和百度的CarLife功能呢 可以实现于手机的无缝互联 八位驾乘者可以利用 4GWiFi热点轻松联网 InControl智能预理远程遥控系统 方便用户随时与车辆保持互联 第二个 识人共享智能个性设定 可以记录十个驾驶者的 驾驶习惯和偏好 自动通过车钥匙或配对手机 识别驾驶者身份 并调整设定 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些呢 我觉得都不算什么 第三点才是我觉得最厉害的 360度全地形透视技术 全球首创的全地形透视技术 透视引擎盖 可令发动机盖完全隐形 解决了全地形驾驶时的 最后一个视觉思教 可将车辆前方和车头下方的 影像信息实时投射于中央触摸屏 清晰地呈现出广阔的 180度的虚拟视图 高清超光角流媒体内后视镜 一键启动 即使后排坐满了乘客 或放置了大件的物品 驾驶员也可以随时地去获取 车辆后部的实时影像 后视镜视野角度 从25度扩大至50度 视野范围更是达到了 普通的后视镜三倍 是不是太可怕了 这怕不是科幻电影里面的画面吧 其实全新一代的 路虎揽胜极光 已经把它们都变成了现实 成为了真正的黑科技 好 那我们现在开起来来感受一下 那这款车呢 它是搭载的2.0T 英杰利汽油发动机 那它最大的马力呢 是249匹 峰值扭矩是达到了365牛米 英杰利系列的发动机呢 它实现了捷豹路虎发动机 小型化 节能减排的承诺 而且这款还配备了 48伏的轻混系统 所以它不仅有更好的 燃油经济性的表现 而且啊 较普通的发动机 启停系统起步响应提升了40% 所以起步的感觉呢 是非常的轻快的 再配上9副手自一体变速箱 它搭载的是前麦夫逊 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整个底盘的质感 升级得非常的明显 舒适性变得更好了 在通过颠簸路段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它更接近 大一号新麦的表现 那我刚才也开了这么久 其实我觉得它整个车 行驶起来的 静密性还是很好的 是因为它搭载了全新PTA 豪华横置发动机平台架构的车型嘛 所以也是为了给所有能够开这辆车的一个车主 营造出一个比较静谧的氛围感受嘛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一聊这款车安全方面的配置 全系标配 前后排开门警示 在草地雪地等湿滑路面上行驶时呢 四驱系统可以平衡前后轮之间的扭矩分配 从而使车辆获得理想的牵引力 而且啊 全系还标配了ATPC全地形进程控制系统 有七种不同的驾驶模式 在自动模式下呢 车辆根据不同的路况自动匹配最佳地形模式 可以根据路况和地形在不同模式间进行自动智能的切换 我觉得这就是它强大的全地形能力 那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进一步将这个技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它可以监控当前路面的环境 并据此自动调整至最舒适的地形模式 第二代高效动力传输系统 大幅优化四轮间的牵引力分配能力 涉水深度提升至了600毫米 360度全景摄像头洞察秋毫 那除此之外呢 它全系还标配了ADAS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全系配备了倒车影像 360度停车辅助 倒车广角辅助系统 碰撞预防紧急自动 带排队辅助和车道保持的自适应巡航功能 说了这么多呢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暗暗心动了 那我们也是从官方了解到了这些金融政策 置换补贴 北上广深杭州天津贵阳海口等 线牌城市所在经销商是4000元 非线牌城市是2000元 全新灵活及多款金融方案可供选择 包括购车可想低至两成首付 或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即日起至11月30日 到电试驾即可解锁限量极光试驾里 成功推荐好友试驾的 有机会获得极光代言人陈奕迅和周东宇的签名利 更有机会赢取幸运大奖 大卫霍克尼VIP艺术之旅 详询当地路虎经销商 全新一代的路虎缆生极光一共有6款配置 官方指导价在35.58万元到50.58万元之间 如果你是一个不介意运动套件的人呢 我建议你选择入门的青春版 首先它的基础配置可不低 全液晶仪表 电动尾门 感应语刷 LED大灯都有配备 更值得注意的是主动安全配置很完备 再加上标配四驱和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已经在各方面都达到了不错的水平 只是可惜啊 它的标配是18寸5V铝合金属轮圈 其余车型均标配20寸轮圈 也是全系唯一一款使用Core套件 而不是R-Dynamic运动套件的车型 当然了 如果你想要你的车更拉风的话 有运动套件的加持 我建议你选择运动科技版 指导价41.78万元 虽然它比运动版贵出了4.2万 但它的座椅有主驾8项 副驾6项电动调节 升级为前排座椅12项调节 还增加了座椅记忆功能 双10.2英寸大屏 增加了盲点辅助和高速紧急制动系统 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行车安全 还可以免费选装安全控 智能驾驶辅助包 其中包括360度全方位车身影像系统 带全地形透视技术 以及带方向盘修正功能的ACC自适应讯航 没错是完全免费的 不过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个性 喜欢定制专属元素的人 还有首发运动定制版 运动科技定制版 和咱们今天的豪华定制版 一共三个定制版来供你选择 不过综合下来来看 我还是觉得运动科技版 价格最适中 配置最丰富 综合性价比最高 全新一代的路虎缆胜极光 无论是从设计语言 工艺科技 还是从它的全地形能力来看 都是得到了一个全面升级的 那我觉得它最大的卖点 首先一定是它的颜值了 有一点类似于跑车设计的SUV车型 而且相比上一代车型 这一代它突出的是 更加简洁的设计感和时尚感 那内饰也是兼顾了 科技感和豪华感 五块大屏 两大技术品牌 三大黑科技 让你坐进去就立刻有豪华车的感觉 而且开起来的感觉也是比较轻快的 底盘的质感和舒适性 也是它竞争力比较强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 我觉得今天一天下来的体验 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在豪华品牌中型SUV这个市场 它目前还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那它既有豪华品牌的面子 还有空间和实用性 售价是在35.58万元到50.58万元之间 这样的价格也是越来越合理了 也让很多在预算内的朋友 多了一些选择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倒店试驾 好了 这就是买车全之道 买车全之道 省心省钱有诀窍 我是甜甜 让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见咯